上一期我们讲说这个美国的政客啊 过去这么多年上下100年 真的是帮助土共坐稳的江山 还帮助土共赚到了大钱 成为了这个山西美老板对吧 现在的美国的政客呢 一个一个的好像有点醒过来了啊 好像有点醒过来了 所以呢最近不是有一篇文章吗 是国会山的报道 说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 看到没有啊 每一个字都是谎言 所以你看到我看到这些消息 我就特别感慨啊 你看人家美国人 虽然美国的白左傻不拉击的啊 但是他们说话了 还是比中国人有常识 还是比中国人聪明 那逼个高的不是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五个档词真的 你看他说的 当他说的刘鹤说的土共 说到习近平的时候 他会使用谎言这么一个词 是不是 但是我们这些人呢 这些年呢 你什么也不知道 你讨论中共的问题 哎呀你跟我讲真相啊 你觉得习包子共产党能够让你知道真相吗 啊你跟我来来来讲事实讲数据吧 你觉得你有资格知道共产党的数据吗 所以你面对共产党的搞法 因为他就是一个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谎言制造者 你必须要造谣传谣 因为你一万句里面可能有一句就打中七寸了 对吧 所以人家美国的这些个政客 那可笑的聪明了 刘鹤在达沃斯的讲话每个字都是谎言 他绝对不会是一个普通老百姓 一个中国人写了一篇文章说你是谎言 一个普通老百姓他没有公权力 你说什么那是你的言论自由 是不是你如果喜欢听你就听你不喜欢听你绕刀走 你绕刀走没有人管你 你听的也没有人干涉你对吧 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 就像最近这几天一堆人在那里骂法能功 法能功的东西我说过无数次 我真的不大喜欢 因为我知道啊这个世界上的有这么多宗教 各种各样的民间的在野的在朝的 各种气息古怪的宗教 人家宗教自由 宗教自由它是涉及到一个人的心灵的方式 那么就像这个世界上有人想活一万岁 有人呢很不得生下来就自杀 关你什么事呢 每个人有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只要没有伤害到你只要没有违法 所以宗教自由它有基本的前提 它就是几句话 首先第一这是宗教自由 是吧没有关系的啊 你喜欢第二你喜欢你就靠近他 你不喜欢你就远离他 那是你的事情是不是 也没有人干涉你 第三就是什么呢 如果宗教自由触犯了法律 那就以法律的途径加以解决 你觉得法轮功这些年他搞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这个事是吧 而且他那一套所谓的这个什么法轮大法 还有叫什么叫什么来着我也不知道啊 就是我稍微就听两句我就知道就是个玩笑 就是一个侮辱我的智力 但是侮辱我的智力它又有什么关系 它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是不是你不理它不就得了吗 宗教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时间积累的 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的方法 公元多少多少 今年是公元2023年是不是 意味着从公元第一年到今年已经有2023年了 凡是在公元元年之前诞生的宗教 那是正儿八经的人类的文明 凡是之后诞生的宗教 我告诉你啊 都是要打一个问号 尤其是晚近诞生的宗教 都是人类理性自负在宗教领域里的延伸 这个话说的很学术吧 所有新诞生的宗教 都是人类的左倾的理性自负的病症在宗教领域的延伸 但是延伸就延伸吧 人家是宗教自由 关你什么事呢 是不是 所以有很多宗教看上去特别像宗教 特别符合你的意思 但是那是不靠谱的 我是保持绝对距离的 你比如说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来的 耶和华见证人 耶和华见证人 没几年 是不是 就有些基督教里面的知识分子 他们觉得自己有学 他搞出来的 好像是一九三几年搞出来的吧 很晚进的一个东西 还有一个叫做巴哈一教 他把所有的宗教 尤其是三大教 基督教 犹太教和伊斯兰教 把它合在一块 搞成个巴哈一教 是吧 就相关于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里面的所谓的众庙之门 搞了这么一个东西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觉得特别牛逼 是不是 觉得特别的有想法 理性自负 为什么呢 因为任何宗教不能由人设计 法能公也是 法能公呢 嫖了一点点这个有神论的意思 嫖了一点点佛教的意思 嫖了一点点儒家传统文化的意思 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自己搭建了一个体系 宗教不是这么玩的 宗教是他像一条河流一样 他自己涌现出来的 不是人类设计的 凡是有人类设计的宗教都是理性自负 他在观念的层面 你不理他就可以的 一旦他开始搞邪恶的事情 那你绝对反击他 就像刚才我说的几个宗教 巴哈一教 叶化见证人 法能公 他都没有明显的犯罪的行为 违法的行为 你管他干嘛呢 是不是 所以我就讲啊 所以这个中共啊 他这边呢 现在基本上已经就玩到头了 你知道吗 就完全是玩到头了 所以他现在中共自己也明白 他以后再说任何话 他都骗不到美国人呢 一骗不到美国人他怎么赚钱呢 所以你最近看到了很多国内的一些个现象 都是共产党在赶紧找策略赶紧找措施 包括在新疆也是这个套路 包括这个把所有的民企都把它收回红二代管也是这个套路 我们知道京东嘛 京东的不是是许向前的我孙子接手了吗 所有的包括我们昨天说的这个什么字节跳动 细胞子的女儿亲自接手了 所以有一个事情我今天是我说的重点啊 就是这个华为 华为这个公司呢 它是没有任何核心技术的 但是盘子做的很大 共产党认为华为是个伟大的国际一流的企业 一直想就是是共产党霸占 是不是啊 完了一个红二代战 本来华为就是个军方的企业 它的产权从来是不清晰的 都不知道华为是哪些个股东 但是今天传出个很有趣的消息啊 说说孟晚舟啊将接手这个华为的脑大 就是老板对吧 然后就排挤掉她的爹任正非 这个事情我一听我心里就明白了啊 我以前是没听说过的啊 一直以为华为都是任正非说了算嘛 说你你你孟晚舟就是一个女人 你你你你也没有特别多的创业经验是不是 再说了华为那么多年轻人 你至于让你这么一个人搞吧 哎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明白了 这是红色江山在接手华为的一个明显的步骤 我终于就大腿一拍我明白了 为什么那个孟晚舟在加拿大的事儿 中国共产党是举全国之力 利用全世界所有的外交手段和法律手段 一定要把这个孟晚舟救回来 习近平开了十几次会议 研究怎么把孟晚舟救回来 我们猜识很多的原因是吧 当时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当总统就说过这个事了不得 背后有巨大的背景 很多人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我们心里明白 应该是指孟晚舟是毛泽东的私生女儿 毛泽东的后代她是红色公主 所以你毛泽东是共产党的什么国父是吧 开国元首 你开国元首的女儿被加拿大控制被美国引渡 成为罪犯 这才了得啊 这国体都没有了 是不是 所以要举全国之力 要不惜一切代价 西包子说的 一定要把孟晚舟要挠回来 真的差点跟加拿大翻脸 差点跟美国翻脸 最后为什么会挠回来 习近平亲自跟拜登谈这个事情 放了大招 说这个事没得谈必须要放回来 然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终于把孟晚舟搞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以为就是这么一个 叫做什么 红色金叶的这么一个故事 没想到还是一个什么 还是一个商业故事 今天看到说孟晚舟接手华为 那就说明 任正非的那一套东西 那一套理念 那一套管理企业的方式 依然不如共产党的发言 依然不讨习包子的喜欢 他必须要把华为这么一个公司 办成一个红色家族企业 那红色家族 孟晚舟是毛泽东干出来的 这么一泡屎吗 是不是 那你任正非 虽然跟毛泽东 在同一个战口里面战斗过 在同一个道道里面驰骋过 但是你依然是旁人 那孟晚舟才是共产党的 正儿八经的红色金益的传承人 你知道吗 就共产党他现在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布这个局 要把所有的产业 经济产业 重要产业 都要变成红色 红色血液 要把所有的重要的岗位 都要变成红色血液 所以我们说过 为什么我认为秦刚很有可能接手 吸包子 因为秦刚有可能是毛泽东的 红色金益的传承人 是吧 以后我说过 共产党的国务院的总理和总书记 绝对不可能让非红色金益的人 来出任这两个职务 其他的一些职务 可以敲敲边谷 找找 过去的皇朝也是这样子的 什么什么城乡 那不是城乡啊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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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各样的什么官呐 支县呐 或者是什么什么 就是这种低级别的小官呐 可以给下面的老百姓一点通道 叫公民嘛 是不是 但是关键职位一定是他们自己家的人 所以你看到没有 为什么习包子要花这么大的本钱 把孟晚舟挠回来 因为孟晚舟掌管了华为 是意味着红色血液掌管了华为 这么一个这么一个怒子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的局 为什么要把字节跳动 把阿里巴巴 把马华腾的腾讯 把所有的公司都变成红色家族的公司 都接管他 那是因为美国人现在已经 不相信你中国了 不相信你中共了 这时候他必须要把自己的地盘要站住 是吧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他可以不动 现在已经是必须要动了 要控制整个所有的产业 然后对着中国的老百姓割韭菜 那不就得了吗 是不是 确保自己的江山 从政治到经济到军事 到外交高枕无忧 就这么一个套路 你听懂了吧 所以孟晚舟接手华为这个新闻 背后巨大的故事 我今天才看明白 我以前都是造谣传谣 都是八卦 都是恶搞 是不是 现在看来没那么简单 人家那绝对是一盘很大的棋 我们是后知后觉 到今天我才看明白一点点 你说我也是个宠货 谢谢